我覺得這個疫苗政策 已經二三十年來 這次是最荒腔走板的一次了 剛剛趙阿哥講的沒錯 其實就是現在 其實這個TFDA 就是我們的食藥署 他在訂這個二期的這個 COVID-19的這個疫苗的 臨床試驗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在下指導期 大家想想看去年六月 紓困會議就已經說 補助我們國產疫苗 是一期兩億 二期三億 他有補助我們這個國產疫苗 第三期多少錢嗎 沒有 而且他一開始就說 其實二期 二期需要做三千劑 三期八 不用 其實你應該做過六百到一千多 就可以做完 就可以進入三期的 但是他要求你做這麼多 他就希望就是 你用緊急授權方式就好了 可是大家知道 緊急授權是有期限的 你還是應該要做完三期 然後去申請 申請到真正的藥證 那你國外的話 都是做到第三期期中報告 然後檢討可以的話 緊急授權他還是要做完它 兩年的三期做完 拿到藥證才是最後 你拿到藥證 要不然你緊急授權 到最後結果不好 你還是拿不到藥證 那現在狀況就是 其實TFDA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他的這個EUA緊急授權 怎麼他要認定什麼樣的標準 我說難怪陳美哲要辭 他這個審查委員 你標準沒有定嘛 你要定什麼 你要像剛剛那個 那個燒康兄講 你說他要用什麼 然後是跟食鹽水去比較 我覺得不是 他應該是要跟一個 就是在國外 人家比較基準點 試用 就是有感染過的 恢復期的血清 中核性抗體 跟這個疫苗接種的人的 中核性抗體來做比較 看上去幾倍 因為國外他們 在做二期三期做完之後 也有這個數據 我可以想見的那個劇本 一定是好 做出來是幾倍 然後畫一條線出來說 你看因為這個是幾倍 所以它的保護力 就是會介於 就會介於AZ 跟Moderna之間 所以就85% 好 所以過 我都可以想見 劇本就是這樣子也 但是問題就是 剛剛主持人有講 這個中核性抗體 不是代表你將來 一定產生的保護力 是一定成正比 不見得 因為其實這個病毒 激發的免疫反應 疫苗激發的免疫反應裡面 其實還有什麼 不是只有體液免疫 不是只有抗體免疫 還有細胞免疫反應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其實你說這個叫做COP Correlation of Protection 它要用這個一個 跟保護力相關的 免疫標記的這個 相關免疫標記 來取代保護力 然後就要這樣子給它過了 所以 但是這樣子 其實它光是在緊急授權的 現在的整個的規定裡面 也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如果到最後 這件一定是 就很混亂 我可以大膽地講 其實這有點像什麼 就是像我們這個關塘藻礁的環評案一樣 到最後就很多委員都辭職 都不願意背書 然後最後就剩下來的委員 然後就還是讓它過了 那過了之後 我覺得是災難的開始 因為其實一個疫苗 打到人身上的東西 不是一個打到狗身上的東西 可以這樣子搞嗎 你沒有大型的人體試驗去做 那只是有幾千人的數據 其實陳肺哲也講出來一個重要點 就是那你的Quality Assurance 我們講Scaling Up 什麼叫Scaling Up 就是你原來只是在一個Beaker 5公升的Beaker做的東西 你要大量的去做Fermentation 要發酵成一個2000公升的發酵槽 完全不一樣 我先請問一下 高端你有幾座2000公升的發酵槽 一座都沒有 都沒有 他全部是找台康在代工 我不是說代工不行 而是你請他代工 那問題是你的Quality Assurance 你的品質的保證 你要是大量來做的時候 品管 品管怎麼樣做到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所以這些東西我想 這也是大家比較擔心的部分 那人命其實是 這人一條而已 不過如果說這樣草菅人命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看不下去 就是說實驗室的理論值 跟拿到Fer的 拿到實際上戰場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人家才要做幾萬人的第三級 對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